之前的影片,我们介绍到利用向量的内积与外积 可以来求三个向量所张成的平行六面体体积 事实上,三个向量所张成的平行六面体体积 也可以用三阶行列式来表示并求得 首先,我们先复习一下二阶行列式 二阶行列式A1A2B1B2的值为A1B2-B1A2 且向量A向量等于A1A2与B向量等于B1B2 所张成的平行四边形面积为二阶行列式A1A2B1B2的绝对值 特别注意一下,行列式的值可能是正的或是负的 但是面积一定是正的,所以要加绝对值后才是面积哦 来练习一下二阶行列式的题目吧 第一题,求行列式1234的值 第二题,求向量A向量等于12与B向量等于34 所张成的平行四边形面积 答案 第一题,负二 第二题,二 二阶行列式A1A2B1B2中 直的我们称作行 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行第二行 横的我们称作列,从上到下分别是第一列第二列 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三阶行列式 二阶行列式有两行两列 那么以此概念推广到三行三列 将行列式A1A2A3B1B2B3C1C2C3称为三阶行列式 与二阶行列式相同 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 横的我们称作列 从上到下分别是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 它的算法是这样的 A1B2C3加上A2B3C1加上A3B1C2 减掉A3B2C1减掉A2B1C3减掉A1B3C2 这里再提供另一种计法 可以先把三阶行列式的第一行与第二行再写一次 这个三阶行列式的值就是三条蓝色线上的数字相乘 加起来之后减去三条红色线上的数字相乘 我们用实际的例子来练习一下 求行列是123456789的值 先把第一行与第二行再写一次 接着1乘以5乘以9得到45 加上2乘以6乘以7得到84 加上3乘以4乘以8得到96 再减去3乘以5乘以7得到105 再减去1乘以6乘以8得到48 再减去2乘以4乘以9得到72 最后计算完毕得到0 大家自己可以练习一下哦 求行列是123406789的值 答案为60 同学可能会觉得三阶行列式的公式不如二阶行列式简单一计 事实上将三阶行列式的公式整理一下 也可以转换成三个二阶行列式运算哦 首先将这两项提出A1得到A1乘以括号B2C3-B3C2 再将这两项提出-B1得到-B1乘上括号A2C3-A3C2 然后把这两项提出C1得到C1乘上括号A2B3-A3B2 最后将B2C3-B3C2表示成二阶行列式B2B3C2C3 将A2C3-A3C2表示成二阶行列式A2A3C2C3 将A2B3-A3B2表示成二阶行列式A2A3B2B3 如此一来三阶行列式就转成三个二阶行列式了 像这样三阶行列式转成二阶行列式的过程 我们称它为降阶 这样的转换看起来有些复杂 我们可以用画图的方式来协助理解 A1乘上的二阶行列式 就是把A1所在的行与列化掉 再把剩下的四个数按原来的位置关系组成的二阶行列式 B乘上的二阶行列式 就是把B1所在的行与列化掉 再把剩下的四个数按原来的位置关系组成的二阶行列式 C1乘上的二阶行列式 就是把C1所在的行与列化掉 再把剩下的四个数按原来的位置关系组成的二阶行列式 因为三个二阶行列式的系数 A1B1C1原本是三阶行列式的第一行 所以我们说这个三阶行列式是依照第一行去降阶展开成 二阶行列式 这些系数前的四则运算有正有负 事实上它会符合向这张图加减相间隔的规律 利用相同的方法也可以依照其他行或列进行展开 如果三阶行列式以第二行进行降阶展开 系数就会是负A2正B2与负C2 负A2所乘上的行列式为 行列式B1B3C1C3 正B2所乘上的行列式为 行列式A1A3C1C3 负C2所乘上的行列式为 行列式A1A3B1B3 这么一来就可以利用任意一行去降阶了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利用任意一列 去降阶展开三阶行列式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个例子 求行列式2022、2021、1、2008、2007、1、100的值 因为我们观察到第三列 100是比较简单的数值 所以以第三列进行降阶展开 可以得到行列式2022、2021、1、2008、2007、1 等于1乘以行列式2021、1、2007、1 减掉0乘以行列式2022、1、2008、1 加上0乘以行列式2022、2021、2008、2007 化简得到1乘以行列式2021、1、2007、1 算出来得到2021、2021、2007等于14 1污列式2021、2乘以行列式2007量 以值行列式123、4、0、0、5、、6、7 等于K倍的行列式2367 求K的值 解答 行列是123400567 等于负4乘以行列是2367 加0乘以行列是1357 见0乘以行列是1256 故K等于负4 负4 本单元介绍了三阶行列式的两种算法 我们可以用直接展开的方式 也可以用降阶的方式 之后我们会再介绍三阶行列式 也有一些好用的性质 可以帮助我们化解计算哦 大家继续加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